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 纳塔未来卡池讯息 新诺宁强加,火神游第二行 温迪星联动亮相 是这边太有意思了 纳塔巴尔斯 巨型史莱姆互动装置率爆了 5.0复刻角色确定 5.1到5.3卡池曝光 到万页无了,明命绑定钟离 圆神纳塔5.0卡池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马拉尼 基尼奇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非常的期待呢 有关于纳塔5.0版本的前瞻直播 也就不到五天的时间 到时候还会有300元时的兑换码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后续5.0到5.3卡池角色 登场的安排 也终于来了 其中5.0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 官方早已经公布 分别是马拉尼、基尼奇 5.1卡池的新角色 经过前段时间的卡池反转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5.1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只有一位 也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通用岩辅助希诺宁了 5.2卡池是封系组C恰斯卡登场 5.3卡池的新角色 则是之前提到岩七的火神马威卡拉 除了新角色的登场外 就是5.0到5.2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了 就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0卡池复刻的五星角色分别是 万叶、雷神、5.1卡池 如果是担心五星登场的话 也就意味着三个角色复刻 复刻概率较大的是 钟离、莱欧斯利、深赫这三位 5.2卡池新角色目前也就西诺宁确定登场 像欧洛伦、千特拉利等角色 起码在5.3及后续登场 复刻角色中 咸云复刻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5.0到5.1可以看看 在往后个人感觉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 值得一提的是 5.1卡池的新角色西诺宁 就相关的机制来看 拥有15秒的减抗光环还是非常强的 光环范围类似于钟离大小 同时没有生存能力 启动的话也比较赖场 一命才有抗打断 零命需要绑定钟离 就目前来看 想报万叶金币应该是不可能了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改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原神将参展德国科隆举行的Gamescom2024 届时会公布那塔BOSS 巨型史莱姆互动装置 还有与EFOOD 三星的合作等情报 大家可以留意一波 另外距离5.0前瞻 还有三天 各位准备好冲锋了吗 有关泡泡马特联动公布 名单分别是温迪 甘雨 行秋 胡桃和香菱 目前温迪的联动手办已经官宣 大家觉得如何呢 个人感觉精致度太低了 像39那档的 不过定价应该是69 说真的 另外设计了新衣服 多半是因为原服饰设计和配件太复杂 所以用了新衣装系列 方便简化 还以为会是YYS那种 利绘造型盲盒呢 然后是有关这次的原神 EFYS周边 感觉非常有意思 时间是会在8月15日上架 颗粒的嘟嘟可貌似会发光 削的鸟会上窜下跳 蟹狐狸会动尾巴 赛诺的最离谱搞笑 完全是月玉兔的造型 狐狼的外观 拿着风车歌纳转圈 大风机关是吧 中间还有一个屎壳浪 莱欧斯利是一只头发茂盛的旋转鲨鱼 蹦不住了赛诺 稳定发挥 看到有人评论 赛少可以360度旋转 是因为他是大风机关吗 总之 看见我们赛少 即使变成周边 也喜剧人人设不倒 我就放心了 最后则是 有关七国的运动员入场 蒙德吃大亏 主力和高端战力 全被加法尔带走了 而且蒙德真绷不住了 过了四年 还是那批人 蒙德有俩保镖 黎月有小喇叭 到期别人都是下手拿板子 易斗是自己拿板子 虚弥的摩托表演 真是让人绷不住了 电动车承受了 他不该承受的压力 总之我喜欢虚弥 有点沙雕 太逗了 好活 风担紧跟时事 风担队直接复刻巴黎开幕式了 要是福福表演那个蓝精灵唱歌 也不是不可以 战争变境计 好一个炽热的还魂师啊 而且那塔不热吗 倒是小龙自个儿飞着 好玩 不过志东怎么只有三个执行官出场 博士更是直接一人成队 博士一人成军 结果博士提供的是技术支持 参加比赛的只有公子一个 话说坎瑞亚怎么像老师带幼儿园小孩 别的我不敢确定 但短跑 绝对火把秋秋人和胖的那个盗宝团获胜 跑不过 真的跑不过 据说火神玛维卡拥有变身能力 但这次变身的形态 尚不得而知 有消息称 他可能会变身成花羽会的龙翼龙 此消息来源于Celeric 据称玛维卡的变身会与此相似 他可能会以龙的形态出现 或者他可能具备魂腹的能力 更多关于这一消息的详情 可能会在中年庆上揭晓 但可以确定的是 火神的实力应该不容小觑 在5.2版本中 恰斯卡为一个风属性的女性角色 至于他的定位尚不确定 早期有传闻称 他可能是一个风元素主DP角色 并且在实力上超过了散兵和肖 因为他是新增的五星风属性角色 然而 一些消息来源显示 并不排除 他可能是一个风元素辅助的可能性 考虑到已有的风元素输出角色 如咸云 再推出一个风属性辅助角色 似乎有些不太合理 此外 一些玩家预测 水神弗宁娜 有很大可能在5.2版本中获得复刻 这样的安排 看起来也是合理的 但目前尚不清楚 水神弗宁娜和维莱特 是否会在同一个角色词中出现 在5.1版本中 西诺宁的强度仍在逐渐增强 有消息称一些命座将会被优化 不过 根据最近有关复刻角色词的消息 草神纳希达有望在本次版本中获得复刻 因此 喜欢纳希达的玩家可以考虑入手 尽管如此 对于西诺宁的玩家来说 仍值得密切关注 因为他的实力不会令玩家失望 在5.0版本的角色词中 两位强力的角色登场 分别是基尼奇和马拉妮 这两位角色的出现 让许多旅行者感到惊喜 因为他们在实力上 带来了一场意外的反转 雷电将军和万叶的复刻 也为本次卡池增添了一份保障 然而 许多玩家都在期待之后 火神马威卡和暴女西莫宁的登场 因为他们将为内塔带来新的活力